当地时间5号 美国副总统麦克·彭斯 白宫高级顾问加里德·库什纳 和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 在华盛顿与美国国会方面 继续就如何通过政府拨款法案 结束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局面 进行谈判 不过当天的谈判仍然没有取得进展 彭斯在谈判后表示 会谈是有成果的 双方同意在6号下午再次会面 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关门 已经持续两周 开始进入第三周 总统特朗普4号与国会两党领袖 在白宫再次闭门磋商 指示双方依旧各说各话 磋商毫无进展 特朗普事后告诉媒体记者 为落实边境墙计划 他不惜让政府关门数月甚至数年 他甚至威胁动用总统权限 以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方式 绕过国会直接建墙